大家好,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在台湾问题上,英国近期也活跃了起来。5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经和英国举行了最高级别会谈,讨论如何更紧密的合作,以减少在台湾问题上和中国大陆开战的可能,并首次探讨了冲突应变计划。会议还提到,如果中美最终因为台湾问题开战,美国将扮演什么角色? 英美一唱一鹤,大声密谋着要在台海地区,也掀起一阵腥风血雨。美国想要重塑霸权体系,英国想要恢复全球荣光,要小兵说,弹心不足蛇吞象,当心吃不了兜着走。 这种事情本应该是偷偷摸摸地勾当,现在美英就这样大大咧咧地说出来,反而给人一种死地无垠的虚争声势。 华盛顿和伦敦频频释放错误信息,就是想在台海地区挑起一场新的冲突,让整个西方与中国为敌,强行实现经济脱钩。 对中国构筑印太的帖幕。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3月初,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官员罗森伯格在一次为期两天的印太战略复议期间,与英国代表就台湾问题举行了会谈。 据三名知情人士说,美国希望加强与英国等欧洲盟友的合作,提高他们对中国大陆对台湾日益强硬的态度的认识。 报道称,美国这个时候与英国接触并非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而是希望对美日澳进行的高级别讨论进行补充。 美国印太司令部新任司令阿基里诺上个月对金融时报表示,俄国冲突突显了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构成的风险。 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因针对台湾问题的会议涵盖内容广泛,包括英国如何在外交领域对台湾展开更多工作,以及如何加强在亚洲的威慑力,甚至还讨论了如果美国最终因台湾问题和中国大陆开战,英国将扮演什么角色。 该知情人士称,拜登政府正在向一些盟友提供有关台湾的报道,这些情报以前被禁止与外国官员共享。 一位英国官员则透露,此次会议是迄今为止英美两国关于台湾问题的最高级别和最重要的讨论。 他说,这是拜登政府上台后启动的更深层次政策对话的一部分。 此前,拜登已经多次公开做出四部一无意承诺, 即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这已是继续去年11月中美元首云会晤之后,拜登再次重申对中国台湾问题的承诺,然而事实证明,拜登再次出尔反尔,说一套做一套。 看得出来,英美是有干涉台海的贼心,但是没有贼胆将话说开。 台海问题根本就不是美英应该讨论的问题,他们举行这样的会议只有一个目的,如何将欧洲拖入台海局势,搞砸中国关系。 华盛顿和伦敦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尝到了甜通,欧盟被他们牵着鼻子走,随着德国转变的态度,同意全面经营俄伦斯能源。 欧盟预计很快就拿出制裁方案,为了迎合所谓跨大西洋联盟的共同价值观,欧盟狠狠地给自己一刀,是的,它不是一般的狠,正常人干不出来的事情,它就真的干了。 看到布鲁塞尔如此听话,华盛顿和伦敦当然要把歪心思打到印太地区。 就在前几天,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在台海问题上拱火,宣称北约不应该只盯着欧洲,而是要成为全球北约,还特地拿中国的台湾问题说事。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特斯拉发表讲话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场听证会上也对台湾问题发表了不当言论, 旺称美国政府将尽全力帮助台湾地区,确保它有能力抵御任何潜在的攻击,包括中国大陆可能对台取得单边行动。 特拉斯的这番论调可谓是紧随布林肯论调,一唱一鹤,虚张声势。 有评论指出,特斯拉的言论是一段时间以来,美西方政客中关于北约全球化的最露骨,最野心勃勃的描述。 英国在脱欧以后把全球英国作为战略目标,想当一个全球有领导力的大国,但几年的实践下来,所谓的全球英国似乎只是紧紧地抱住美国。 评论指出,自担任英国外交大臣以来,特拉斯在台湾、香港、新疆等几乎所有盛华的重大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对华盛顿亦步亦趋。 而原来英国人所津津乐道的外交务实性,也越来越沦为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 4月27日,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众议院在当天以425票赞成, 0票反对的结果,全票通过了协助台湾恢复世卫观察员的法案, 要求国务卿布林肯协助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地位。 该涉台法案早在2021年8月就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 现在已经送入白宫等待拜登总统亲自生效。 美国民主党议员康诺宁扬言,台湾对全球卫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证明了台湾应该成为公众健康对话的一部分。 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仅限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台湾地区根本就没有资格加入该组织, 不过在2009年到2016年这段时间, 台湾当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与九二共识, 台湾还能以观察员的身份旁听参会。 然而蔡英文上台后,台当局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与九二共识, 妄图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的假乡, 台湾地区从2017年开始被剥夺了观察员的身份, 连续五年都无法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而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2日在瑞士日内娃举行, 台当局将这次大会视为在国际上制造的一中一台的绝佳机会。 台外市部门负责人就在4月14日放话, 虽然没有受到邀请函,但台湾没有放弃, 相关计划正在持续推进中。 美国在这个节骨眼上通过协助台湾恢复世卫观察员的法案, 摆明了要跟台当局打配合, 想对世界卫生组织施压,妄图捧台湾入世卫。 针对台当局妄图恢复世卫观察员身份的行为,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曾给予了回应, 任何有关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 都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解决。 连美国政府都多次反对中国台湾地区 参与仅限主权国家加入的国际组织, 美国没有底气在台湾问题上跟中国摊牌, 就暗中支持台当局在一个中国原则上搞破坏, 自身外力内染的本质已经彻底暴露出来, 能战方能止战,敢战方能言和。 美国连在台海开战的决心都不敢表现出来, 台当局又有何底气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呢? 4月20日,中美防长又进行了通话, 这一次中方发出了相当直白的警告, 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 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 美国不应该低估中国的决心和能力。 然而从美方事后的行动来看, 拜登政府将中国的警告当成了耳旁风, 似乎铁了心想颠覆中美关系。 而支持台湾恢复世卫组织观察员身份, 可能仅仅是美国试探中国的第一步。 别忘了,此前众议院长佩洛西还计划串访台湾, 只不过最后搁置了, 但是该计划仅仅是搁置, 这次众议院通过了涉台法案, 不排除众议院长佩洛西 借着这股势头直接串访台湾, 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 既然美国要步步紧逼的挑衅, 那么就要向美国适当展示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和能力了。 以往中国总是强调有决心, 但是最近几年开始着重强调能力了。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 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相继列装解放军, 尤其是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 新型轰炸机以及隐身战斗机的服役, 让美国凭借几艘航母就能在台海周边耀武扬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解放军已经具备了在台海周边击败任何来敌的实力, 而美国没有底气在台湾问题上跟中国摊牌。 就暗中支持台湾当局在一个中国原则上搞破坏, 自身外力内染的本质已经彻底暴露出来, 能战方能止战,敢战方能言和, 美国连在台海开战的决心都不敢表现出来, 台当局又有何底气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呢?